不到20个家人们 我跟大家还是再说一下 就是大家最好是准备 我刚才说了准备两部手机 大家准备两部手机 什么意思呢 咱们有备无患 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准备两部手机 手机可以截屏的 对 手机可以截屏了以后 为啥我说准备两部手机 一部手机是截了屏以后 你来看 你来看我这个挂例 截屏以后呢 可以把它拿一张 拿个笔 拿个本 也可以给它写下来 大家也可以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以后 为啥听不到那边的声音 大家听不见声音吗 能不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 大家回复一下 好不好 能听到我说话声音吗 可以啊 能哈 声音很清清晰 那这个听不到声音的话 你自己调一下啊 调一下是不是你那边 麦克风还是什么 有问题啊 嗯 大家都说能听到 那就是我这边就没问题 那我这边就是没问题 行 我跟大家说一下 不管大家是截屏 截屏也好 或者是 拿笔 拿纸 拿笔 给它写下来也行 我一会儿把这些 PPT的挂历啊 PPT的挂历呢 我先发上来 发上来以后 大家给它写下来 或者截屏以后 我再把它关掉 关掉以后 我就这么直接去给大家去讲 在这上面给大家去讲解 嗯 为什么呢 因为 咱们是为了多给大家多讲点啊 以防呢 PPT在上边 就比方说 他们有的来的这个巡馆啊 是什么啊 容易给咱们 容易把这号给咱关了啊 容易把自播间给关了 所以这块注意点这儿呢 好 咱们课程 就算正式开始啊 大家晚上好啊 今天跟大家主要是讲一讲 这个数字 与我们的婚姻 与我们的姻缘 啊 之间的关系 啊 就要跟大家在这 讲这些 那么啊 我们说啊 就是说天地间呀 有阴阳 那么我们的人呢 就是分 啊 有分男 分女 有男女 那婚姻 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呢 就是非常的重要 我这儿 我看了 我录 等一下啊 那么婚姻呢 对于我们每个家庭呢 也非常的重要 其实 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也是比较关注这方面啊 大家也是比较 比较关注这方面的 所以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 关于这些方面的 就是 我们如何去通过这个数字啊 数字预测里边 嗯 来看 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 啊 其实婚姻 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啊 它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社会细胞 啊 所以说呢 婚姻问题 啊 是一个 带着 社会性的一些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处理好呢 婚姻关系啊 嗯 说实话 也有利于我们这个社会 啊 如果处理不好 那么就会给自己 啊 乃子社会呢 带来很多的麻烦 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啊 就是 夫妻啊 有的夫妻呢 就是 两个人相敬如宾 啊 情深似海的 能够白头偕老 啊 但是呢 有的却不是啊 有的是 先冷后热 先和后分 啊 甚至有的呢 在一块 嗯 互相之间的 无情无义的 一见面呢 就跟那个仇人一样 甚至到最后呢 有的就是各奔东西 过不下去了 虽然有的 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呢 有的呢 看起来呢 是 相亲相爱啊 相敬如宾的 相亲相爱 像一对鸳鸯一样 哎 过得挺好的 却有时候发现啊 突然宗徒 过着过着 两个人 过着过着 突然某一方 发生了一些不好的悲剧 突然因为一些意外啊 意外等等的 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这些呢 实际上呢 都是那个生辰宿主当中的 这个阴阳 还有这个五行 相生相克 所导致的 用我们的数字卦来推这个婚姻呢 那么月 是为本人 日呢 是代表了夫妻宫 所以呢 首先我们要分清 数字的阴阳 和它的生克关系 所以 我们先了解 就首先要了解 数字 一到十二 这十二个数字 它的阴阳 阴阳关系 其实在婚姻关系当中 它非常的重要 一般呢 数字里边 凡是夫妻之间 比较和睦的 夫妻之间 比较和睦的 它一般都是 五行相生 嗯 嗯 等一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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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一尝试吗 我这还有这些 咱们这个乌辉老师他们在给我 就是进来让给大家多讲一点 别别那啥 大家还在这个给我 给我出招啊 和刚才一样摄像头照着 那我先把这个给他灌了 就只拿摄像头是不是 先照我是不是 大家先看我吧 先看我跟大家简单聊聊 嗯 好 知道了 好的 这给我有出招的 也给我指招的啊 咱们还讲 就是说一般 假如说两口子 夫妻之间就是 比较和睦的啊 一般情况下都是 他们的五行都是相生的 一般五行相生的 这样的呢 就是夫妻呢 比较多的就是和睦 多组和睦 如果里边 相冲或者是相克 或者相绝的 这样的 这样的数字多的时候啊 这样出现多的时候 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些 灾祸呀 容易出现有这样的一些现象 那么男人和女人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如果 男的 男童子 如果测婚的话啊 看他的婚姻 如果你一看他的数字挂当中 那个因数比较多 一会儿我给大家 一会儿我给大家 放一个咱们阴阳的图片啊 先简单说一下 就是如果男 男童子测婚的话 如果他的数字里边啊 因数比较多 因数多的 代表什么呀 代表男童子 因数多 代表他生活当中 女性朋友比较多 而且代表自己比较 性格上也比较柔 柔弱一些 因数多嘛 因为什么样的是平衡 其实平衡 阴阳平衡是最好的 阴阳平衡是最好的 什么东西 过阴过阳都不好 包括男童子 咱说男人应该是阳刚一点 对不对 那如果你的 这个数字挂当中 全都是阳数 也不行 过阳了 也不行 如果女的 咱说女的是不是为阴 那么为阴 如果你的 这些数字挂当中 如果都是阴数 那也不行 所以一定最好的就是 一定是阴阳 阴阳相生 什么样是最好的 最好的是阴阳相生 这个是为好 还有一个是阴阳平衡 在整个这个年月日食当中 他的阴阳是平衡的 这个是比较好一点 所以如果男童子 阴数过多 也代表了他的婚姻不顺 也代表婚姻不顺 那么女的呢 如果阳数多 也代表什么呀 你代表了 你想一个女孩子 女人 如果她的八字五行 包括月上 月代表自己 如果月上的五行 也是阳数 那就是阴阳颠倒了嘛 作为女人 女的你出生的那个 在咱们数字挂里边 那个月份啊 最好是女人 最好是阴数 男人是阳数 这样的比较好 否则的话 就属于阴阳颠倒 阴阳颠倒了 所以 你想 女人如果 月的那个数字 是阳数 再加上她的年月日食里边 阳数多 赞多数的话 那代表她一生当中 就是 异性缘也比较好 就是愿意平时交朋友 也愿意交男性朋友 或者自己的性格 也像 男孩子一样 比较阳刚 也代表这样啊 虽然是 女人的身子 但是男人的心 男人的情怀 就是这种 如果这样的话 你想啊 女人你如果不够柔 也是影响婚姻嘛 如果你身边 到处都是男孩子 哥们就跟 男孩子 称兄道弟的啊 这样的话 时间长 说实话 也是会影响婚姻 所以一般都是这样 男性因数多 和女性 那个阳数过多 都代表了 这个 婚姻不顺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我给大家把这个 我这放小一点 把大家这个 12个数字的 阴阳 这个啊 我给大家 把这个图片找出来 这个啊 这个你们截一下 屏 截屏一下啊 手机如果能截屏 能拍照 大家截一下 截屏一下啊 大家把这个截 截屏 截好了 大家跟我说一下 截屏完了以后 大家跟我说一下 先截一下来 大家截一下屏 OK 对 截好的人 字幕间里给我打一个OK 可以了 是不是 因为这里头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不是从数字1到12 这里边分的阴阳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讲的 这个阴缘 婚姻它主要就是根据我们的阴阳 阴阳非常主要 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1234和1112为阳 这六个数字为阳 567890 这六个数字为阴数 这六个数字为阴数 那么1和212是为阳水 那么3是土 它属于阳土 4土 它属于阳木 那么5 这个龙 它就属于阴 它的五行就是阴了 属于阴木了 那么67都是阴火 那89呢 89土 这个也是阴土 10 1011 10是阴金 11就是阳金 这个大家记一下 可以了 行 我看大家好多打都可以了 那行了 那既然可以了 咱们这个图片就要 给它隐藏了 大家看了 这还是放这边 对接吧 还是放这吧 下这个 这样吧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大家这个一定要是记住 如果想通过数字预测呢 想那个解读我们的婚姻 一定把这个阴阳要记好了 这个一定要记住了 这个是要备会的 大家这个也是要备会的 我再给大家放一张图片 大家看一张这张图片 你看我们这个数字与因缘 大家看一下 你看 你看这个是 你看啊 首先最上面这个第一个图片 是不是代表了 两个人生活的比较幸福 特别甜蜜 看着两人的表情就看得出来啊 再看看 嗯 下面这 他下面这张图片 你看两个人 在吵架 你也不服 我也不服 你看这个女的还转了个拳头 跟这个男的对着干 是不是 有的婚姻家庭生活是不是这样 两人对着打 那么再看上边右上角这个图片 看看大家 虽然是两个人 哎呀 看似一家人 两个人在抱在一起 但是相互之间都在看着手机 是不是 表面看着比较和谐 实际上两个人都是对双方 感觉有时候漠不关心了啊 这是婚姻关系 那么下面这个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呢 甚至有的 有的婚姻家庭 是不是导致两个人 不过了 分手 不过了 离了 是不是要多钱给你多钱 或者怎么样呢 是不是导致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不同的这种 婚姻关系 婚姻关系 说为什么呀 这个婚姻关系 为什么有 形形色色的 不同的 都不一样呢 这都是为什么 这个其实 说实话 我们每个人啊 来到这个人世间 我们出生 到现在 你看平时我们吃的药啊 不管我们吃个药啊 或者买一个什么呀 你看哪怕我们买一个 不管是买什么东西 哪怕是吃点盖片 干吃点啥 它上面是不是都是有说明书 它的上面都会有写的 使用说明书 如何去使用 每次早上吃几个 晚上吃几粒 是不是 它的作用是什么 如何去使用 它都有说明书 那么作为我们人来讲 我们 从哇哇 哇哇落地的那一撒那 是不是 我们这一生当中 没有给你带来说明书 是不是 我没有人生的一生当中 该如何的 如何成长 如何教你的这个 长大以后 如何处理夫妻关系 没有教 那么说实话 我们这个数字 数字预测也好 包括我们的这个传统的 这个爸爸字也好 实际上 它就跟我们的人体说明书 其实是一样的 是不是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样 就像我们的人体说明书 它解读了我们人生 不同阶段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状态 婚姻啊 虽然不是我们家庭的这个全部的内容 但是呢 如果那个夫妻和谐 关系比较融洽 那么婚姻呢 也就会比较温馨和谐 家庭呢 因此也会稳定 而且比较幸福 说实话 那如果要是相反的话 如果夫妻不和 矛盾不断的引发 那么说实话啊 那么我们的婚姻 它就成了一个痛苦的这个深渊 就像掉进了痛苦的深渊一样 那么就是所谓的就是爱情的坟墓 是不是 有的人也说嘛 就像一个爱情的坟墓一样 所以家庭呢 就说 势必也没有这个幸福可言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 如果 说实话啊 如果在 两个人出对象的时候 如果现在啊 已经是 结婚了 现在如果你已经成家了 有家庭了 有孩子了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 生产卦当中 如果有哪些 相克的 相绝的 或者是婚姻宫 有相克的 或者是相绝的 不管是年约日时上 哪个宫位 有相克 相绝 相克的 这些方面 如果您是结了婚以后 那么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呢 我们就给他 尽量去给他做一些化解 化解就行 如果您还没有结婚 我是觉得 如果没有结婚呢 我建议就是说 咱们能合合婚 合一下婚 你看啊 说实话 你看古代的时候 古代的时候 离婚率 为什么特别的低 我们现在的生活 你说科学 科技也发达了 现在人 人的生活水平 也提高了 各个方面 但是你发现吗 人 现在的人 好多 所谓的相信科学 对所谓的 以前的这种 合婚 大家有的 好像不太认可 尤其 好多年轻人 老人 可能是还有这个概念 对于年轻人来讲 他就不太认可了 但是我是觉得 为什么以前 古代的时候 旧社会的时候 你看以前的 这个离婚率 为什么很低 现在很高 你看 咱们有时候看电视 或者看电影的时候 或者看电视的时候 经常可以看到 说两个人 一旦介绍对象的时候 把对方的八字拿过来 对方八字拿过来 我们 合合八字 看两个人八字合不合 相不相合 那么相合的话 再往下谈 如果不相合的话 两个人干脆也不见面了 是不是 所谓的没人 没婆 是不是有的时候都会这样 但是现在你发现了吗 很多的 出的象都是凭感觉 但大家也发现了 往往有的时候 我们的感觉是错误的 有的时候一时 两个人出的象的时候 哎呀 感觉两人挺好的 就匆匆忙忙的 或者是散婚了 或者怎么样 甚至出了几年以后 结了婚以后 慢慢发现了 不断的矛盾 矛盾出现了 甚至两个人过着好好的 突然一方出现了意外 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 跟我们这个圣称卦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大家最好呢 去合合婚 最好去合一下 没结婚的合一下婚 好了 再呢 咱们去领这个结婚证 再往下处 再领结婚证 再走入婚姻的这个殿堂 这是最好的 是不是 下面我再 发上了一个图片 大家这个图片 大家也那个 结一下屏 来大家把这张图片 结屏一下 因为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人的婚姻 那么就得知道这个大运的划分 年月日食 它都是代表了什么 那么你看我们这个年到月 这个时候呢 年月日食 一共的是六十花夹子 这六十年 因为这是 古人的话 一般都是六十花夹子 古人的寿命没有 不像现在的人的寿命比较长 那么你看 古人基本上一般是六十 六十岁左右 咱们现在的人都长寿了 所以这个咱们这卦大家看了吧 年跟月代表了二十年 月跟日代表了二十年 日跟时代表了二十年 就是整个 整个加一起 这个一个 一个循环代表的是六十年 也就是六十花夹子 可以了 是不是 月日都是阴历的吗 对 咱们的是 数字卦啊 全都是按阴历的起卦 阴历的起卦 而且按阴历的起卦 大家截完屏以后 我把这个关掉了啊 截屏以后 我给它关掉了 因为这个容易被那个 大家知道啊 所以我就把它关掉了 那么大家拿着手机啊 听我讲 拿着手机听我讲 那么大家看一下啊 这不是各代表了 二十年 那么 也代表了啊 同时 年跟月 这个既代表了二十年呢 它也代表了什么 结婚的话 它也代表了就是第一次婚姻的状态 如果我们可以看这个人的婚姻 如果不是特别的好的时候 你看看他的年跟月 有的人甚至 早早的 早早的就出地上了 如果年跟月的时候啊 他如果是相和 他俩之间的关系是相和的话 那代表了 他的 初婚 代表了的初婚 还是比较好的 或者是 那个代表了 一开始的恋爱过程 也比较好 如果是 阴阳相生 阴阳相生 就是男的为养 女的为阴 如果是阴阳相生的话 就代表了 他的 初婚是比较 那个 婚姻啊 一开始结婚是比较 比较好的 比较幸福的 那么再看月日 月日这二十年的时候 如果 这二十年 也是 相生的 或者是 先天 如果是先天相克 或者是后天相生 或者是先天相生 后天相克 这个可能是生活当中 会有一些坎坷 会有一些坎坷 如果都是相生的关系 那也代表了顺利 所以我们就看 就不同的阶段 那么从日跟时 就代表了 晚年的这个婚姻 也代表了晚年的婚姻 那么咱们看 那个刚才结品的 这个挂历啊 这个女的 属羊的 十二月三日五十 十二月三日五十 大家看这个挂 跟大家说 这个十二 十二这个位置 十二这个位置 是不是月令啊 八十年 十二是月 三是日 七火是时辰 那么 她作为女人来讲 我跟大家说 我说女人的话 这个月上边 是不是最好是因数啊 你看她这个十二 是不是属于羊水 那是不是阴阳颠倒了 这个就代表了 阴阳颠倒了 那十二又是天上的水啊 这属于天上的水 这个能量特别的大 也代表这个人 他比较聪明啊 你看十二水的人 这也代表了聪明 但是呢 你看她作为女人来讲 身为女人 占了个男人的阳术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了她 缺少了女人的那种柔情 缺少女人的那种柔情 比较阳刚 那么你看到后边这个三 这个日上三的位置上 代表了夫妻公嘛 三代表了她的另一半 那么代表她的爱人 代表她老公代表爱人 那你看这个三 是不是三也是洋土吗 在东北方 属于更土 洋土 属于洋中洋 大家知道三是代表了老虎吧 老虎厉不厉害 老虎也特别的厉害 而且她那本人呢 十二这个位置呢 这个十二水 天上的水的能量 也是特别的大 那代表两个人是不是 真坚而对卖王 这两个人都特别的厉害 特别的强势 是不是女人也特别的强势 就是一看呢 大家一看呢 就是马上看出来 而且你看 年上的八土 克这个十二水 代表了她最初的 结婚的这个婚姻 也不太好 因为年外往内克 克她本人 也代表了 她的婚姻不好 就是这挂衣起来 就是整个一看 首先你就能看出来 她这个 她一生当中 她的婚姻 不是特别的幸福 一开始 你看一开始 婚姻就不会 不会太幸福 八土 克了她这个十二 克这个十二 代表了 首先 年轻的时候 这个八 这不是代表二十年吗 年跟月 我说了代表二十年 那么到十二 这个位置就代表了 一出生到二十二岁 一出生到二十二岁 这个时间段 她这个婚姻不太 那么从二十二岁 到三这个位置 日上这个位置的时候 怎么加呢 这个三的位置 加二十 就等于四十三 加四十三 就等于到这个时候 是二十二岁到四十三岁 这个期间 大家记住啊 这个数字 比方说月上这个十二数字 你不能给它加二十 加十二 那就三十二 不是这么加 一定是加二十 以这个个位数为准 就这个位置啊 十二这个位置呢 那么就是代表二十二岁 那么三这个位置代表了 再就是再加二十 月跟日也是二十年 加上二十 那么这个三 这个位置就代表了 四十三岁 传统咱不能混为一谈 跟大家说一下 不能混为一谈 这个老祖宗 老祖宗 这个 传授的这些啊 他就是这么计算的 既然他是这么计算的 他就有他这么计算的道理 是不是 讲一下年龄段 如何算出来的吗 就不是 大家说不是年月日时吗 不管是 你的年上边的数字是几 不管年的数字 年上边的这个数字是几 不管是几 不管是你是 比方说你是 你是数数的是不是一 数猪的就是十二 数羊的是八 数狗的是十一 这些都不管 就是不管你的年上的数字是几 不管 只是看你的月令 月令上那个数字是几 加上二十就可以了 月令 这是这个是生成卦当中四四四四个的时候 跟大家说的是四个的时候 后边我还会讲有咱们是不是还有五个的 还有六个的 比方说你是出生在十二号以后的 比方说十三 出生日期是十三号以后呢 是不是都要拆分 跟大家说了是不是拆分 年月日时咱们都要拆分开 拆分开 一旦拆分开了以后 它是不是就是六个 六组了 那就是不是四个了 是不是 尤其这日上是不是就是三足 日上就会多了 多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 多了以后呢 那么同样也是日之上 虽然是三个数字 但是它也是代表了这个二十年 它也是代表了二十年 它这个阶段就把这个日上的 这个给它 也给它拆分开 没明白啊 大家如果要是没有明白的 因为我在咱们九龙老师的 咱们的课程里头 我会更加细致的 更加具体的 更加细致的 给大家也会讲 咱们直播间里头讲的这些 如果大家感觉有的还不太明白的 还没有那个 听得不算太明白的 咱们可以跟着那个课程 我在录著续语的课程 还在不断的更新 那个课程是比较细的 从一点一滴一点一滴 讲的特别的细致 大家还可以在那里边看看 不是12加20 就是如果你的月上 我跟大家说 如果月上边是 比方说10也好 你是10月份出生的 11月份出生的 12月份出生的 是不是都是两个数字 在月令上 9月份是不是一个数字 那么如果你是 月令上如果是9 那么就是29 如果是9是不是 是属猴的 不是猴是深月 深月出生的 那是不是9 9代表了深猴嘛 那么9就加20是29 那么超过9 比方说10月份了 10月份的时候 到那儿呢 就是按20来算 如果是11月 如果是11月 11月份出生 那么11月呢 咱们就给它算21 如果是12月的话 那么就是22 那么就是22用户 怎么猜分12以后的数字 这个 这个你去听听 我的那个什么吧 就可以去 九龙老师的 我那个系统的课程里边 有 有讲了啊 在这里边 就不再 不再去讲了 这个都是 之前都是讲过了啊 之前都讲过了 咱不能在这里 都再去讲了 啊 这样的话 影响咱们这个 往下讲的这个进度 啊 个别的 如果要不知道怎么猜分的话 一定要去 或者是看看我之前的 这个直播的这个回放 啊 如果是 咱们九龙老师的这些学员的话啊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回放 好不好 去看看回放 或者是看看咱们的系统的那种课程 里边我都有讲 都有讲 这里边在讲呢 就太耽误时间了 就给大家呢 其他有的一些学过的 跟着进度走的学员 太耽误时间了 本来咱们就是一会儿就 休息一会儿啊 一会儿就让咱休息一会儿 这这这就 留给咱的时间本来就不多 是不是 嗯 那么好啊 我只能继续往下 还是刚才结过贫的那些啊 还是跟他说一声 这不是 那个属羊的 十二月三日 五十 十二月初三五 五十出生的这个啊 咱们还继续讲这个 咱们还继续讲这个 好不好 大家收到了吗 继续结过贫的啊 结过贫的 对 对 以个位数 以个位数算 对 是以个位数算啊 你看 刚才这个属羊的是不是 八杠十二杠三杠七 他这个啊 咱们再继续把这个给他 说完 这个还没有说完 刚才我说了嘛 你看他本身是十二月 一看啊 首先他是阴阳颠倒 再发一下图片 再发一下 再发一下 就再发一下 我再发一下 没有截屏的 截个屏啊 来我再发一遍 没截屏的赶紧截一下屏 就是这一张 拍个照 截个屏 拍完了 截好截屏了以后 给我打一个好了 回复我一下 回复我一下啊 回复一下 我把这个图片 我就关了 这个用户 二二一一五这个 好了是吧 哎 行了 好了我给关了啊 没办法 咱们 好了好了 嗯 关了吧 这就不敢 大家所以就拿着 我们说两部手机 一个手机听我讲 一个手机看图片 或者是 或者听的声音 在手机里头 那个看截屏的图片 也能看啊 听我说话的 听我的声就行了 那么还是这个 大家看了 嗯 那么首先一看啊 这个首先一看 你看 自己本身月十二月 诸位女人来讲 摘了个男人的树 杨树 那么 就可以断她的 这个姻缘啊 姻缘就不太顺 不太顺利 再加上这个 有黏上这个八土 八土是不是克他 是不是土克水 克他 也代表了 好了 你看这是先天挂 是吧 先天是 八土克这个水 那么后天呢 八 演变成二 二水 回头又克这个六火 是吧 先后天 那是这种的话 它是 它的这个 第一段 感情啊 第一段感情 一定 不顺 第一段感情 一定不顺利啊 这是第一段 咱们那往后看 往后 那么第二段呢 第二段 是不是从十二这个月上 到这个三 日子上 这又代表了二十年 到这日上 是不是代表了四十三岁 又到四十三岁 二十二到四十三 这期间 你看又是不是 又是一个土克水 三土 回头这个老虎啊 老虎多厉害呀 羊中羊啊 也代表了 也代表了 第一段 啊 它的姻缘不太好 第二个 那你说 第二个 你看 找一个 找个老公 又找了一个老虎 三只老虎嘛 那也是厉害嘛 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是不是容易动手 是不是 他脾气也不好 对方脾气又爆 两个人是不是容易动手啊 是不是容易挨揍啊 你看这第二段 也是 也是这种啊 也是不是特别略 那咱就说 过了这个阶段 再到了六十七岁的时候 再加二十到这个七 十顺上 咱们再给他啊 从这个十顺上这个位置呢 从四十三 四十三 我跟大家说啊 不是从四十三加二十 从三这个位置 就代表了四十岁到这 四十岁到后边 如果这个十顺上是七 那么就是六十七了 六十七 这么酸啊 如果这个年月日时上 它是哪个数字 以个位数 以个位数为准 是哪个数 就是加上二十年 那么这个七呢 加上二十 那么就是六十七岁 这就变成了六十七 八怎么演变二来的 造叠飞 那说明你之前的课 都没有听 之前的课都没有听 你可以再去看看 我的回放啊 你看它这个先天 先天挂跟后天挂 它们之间的数字 都是六 那个大于六的 就是减六 就演变出下挂 后天这个挂 如果小于六的 像这个十顺上这个三 它小于六 那么就加六 加六 后天是变成了九 是不是 那么十顺上这个七 是不是大于六 大于六就减嘛 大于六减的话 那六减 七减六 是不是剩一 那么后天这个就是变成一 就这么个意思 先天后天 它俩都是六冲数 它俩演变出来的 大家都是 你要如果是 学过传统的 大家都看了 是不是 它俩都是六冲数 都是相冲的 这不是 丑味相冲 八跟二 是不是丑味冲 十二跟六 上下 是不是 这个是 银 那个不是 四害 四害相冲 只想给你刷礼物 谢谢 那么你看三跟八 它俩之间是什么 是不是 银森相冲 一个在东北 一个在西南 是不是 珊瑚在东北 西南 都是六冲 你看它讲 先天后天数 都是六冲数 大家记住 这都是六冲数 那你看 咱们在看 它到了 这个我说了 到十顺上 是代表了六十七 那么六十七 先天 大家看的六十七 最起码是 是不是火 往里生土 代表了什么意思 代表了 这个女的 她到了晚年的时候 她的财运 还是 就是她的米 就是挺能证米的 毕竟你看 是从这个 下往里生 从外往里生 也代表了 往外往里生 但是如果呢 也代表了 你看 后天卦也是 是不是九土 往外 往外克 我克 我克 则是不是为财 跟大家讲了 我克 则为财 一个是往里生 先天往里生 后天往外克 是不是都得米 都能得米 说明 但他老了以后 这个这个 财运上 还是可以的 米这块 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但是不代表了 婚姻好 为什么呀 先天是 三杠七 日跟时是三杠七 那么后天 大家看一看 九杠一是什么 我跟大家讲了 九杠一 是不是绝数 是不是犯了绝了 土 土跟水的关系吗 犯了绝了 绝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土克了水 那么是因 九土 是不是因数 那么一 是阳数 就代表了什么呀 即使他在 到了晚年的时候 到六十多岁 即使再找一个 也是对方 他因为是因克了阳 也是早早的 把对方给克走了 就把对方给克走了 大家知道吗 就是 容易早走 容易早走 就是代表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是往外克的 所以啊 这个就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阴阳了啊 尽量是阴阳 不要颠倒 如果是颠倒了 女人 你知道你的圣尘卦 阴阳颠倒了 那么咱们是不是 去改变一下自己 让自己 遇到事情的时候 别太爷们了 是不是 像女人一样 学得柔一点 遇到事情的时候 学得温柔一点 是不是 那么好 这个咱们就讲到这 咱们继续往下啊 继续下一个 我这给大家发一个图片 大家在准备好 拍照片 准备好截屏 我再发一个 大家准备好截屏 好了 大家来截一下屏 截好了 告诉我一下 好了 大家给我 告诉我一下啊 回复一下啊 在直播间里头 给我打一个 OK 好了 有一个好了 好了是吧 好了我就关了 如果好了 我就赶紧关了 OK 好嘞 好嘞 那就关了哈 大家截完了 咱们就赶紧关掉 那么刚才咱们大家截屏了 看一下这个是 也是女的 88年2月21日 虚实 嗯 是龙的啊 是龙的 这个日期是阴历还是阳历 阴历的 全是阴历的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全都是 数字挂 起挂 都是按阴历的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阴历的起挂呢 它比方说 咱们每一年 是不是是 虽然是按阴历的 但是如果咱们传统的 传统的四柱学 传统的四柱 是不是以打春 以历春开始 才算新的一年来了 对吧 我们的传统的 传统四柱 是以打春开始 属于新的一年 打春开始 银月来了 正式开始一月份 历春 但是呢 数字挂 跟这个 传统的四柱 有这么个区别 咱们这个是 不以这个论 就以 正月大年三十开始论 如果是 大年三十 即使你出生的 那天 不管是历春 没有历春 三十那天 都算前一年的 大年初一 才算 新的一年 比方说 就像我 我是 我的 我杨历是 二月七日 出生的 那么我二月七日 出生的话 杨历二月七日 出生的话 那二月四号 是不是历春 二月四号历春 我是二月七号 出生的 那么就等于 我出生的那天 已经历春的第三天了 历春的第三天了 正常的话 我如果要是按 咱们传统的四柱的话 我是以什么 我是以那个 属鸡的来论 但是呢 在咱们这个四柱 就是在这个数字里边 数字就不这么论了 数字里边是以什么论 数字里边 我还是以 按猴 按九 数字这个九来论 按猴来论 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这个要记住了 就是 传统四柱和这个数字 和这个数字卦 它俩之间的这个区别 虽然是按音的阳里 但是有这个区别 大家这个弄明白 好 咱们下面讲这个卦例 88年 二月二十一虚时 它的卦 出来是 五杠二杠二杠二杠十杠一杠十一 那么大家看一下 女的又是个女的 女的卦 是不是二月 二月是不是代表了流动的水 二是不是代表了羊水 二是不是也是羊水 那说明也是嘛 你看它是个女的 但是呢 也是生在了二月 凡是啊 月上是水的 都是 都是羊水 一月 二月 十二月嘛 只要它月份上是水 基本上你就 如果是女童子 月份上是水 如果月份上是 水的 是男童子 那就是好 那就是符合阴阳 阴阳是匹配的 如果你要一看这个月上是水的话 直接就 你看你虽然是个女人 女人的身质 男人的性格 是不是 你看这个又代表了流动的 这又代表了流动的嘛 你看 这流动的水 二是流动的水 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个啊 我们看阴阳的比例 看阴阳的比例 你看它这个 这个卦 先天卦是 你看五干二干二干十干十一干十二 这几个六个数字里边 大家看一下阳数是几个 是不是 二月二 二月二日 和十拆分刊 这个有这个一 最后还有个十一 是不是 一共六个 六个数字当中 是不是有四个是阳数 我说了不管是四个 数字挂起出来是四个的 五个五个的 四个数的 五个数的 六个数的 不管是几个数 一定要尽量是阴阳平衡 阴阳平衡 过多过少 都不是特别好 那你看这个 它是不是过多了 阳数过多了 一共六个数里边 四个是阳数 是不是代表了 太阳刚了 代表了这个女孩 人特别的阳刚 不懂的 就是不太懂的温柔 不太懂的那个啥 那你看 也代表了 代表了什么 就是说实话 虽然你看 它是五目 二水生五目 二水生五目 是代表了往外生 那么后天演变的 这个魏阳八土 后天演变的这个八土 是不是也是往外生 代表了什么呀 代表了这个女孩 她是特别的孝顺 她如果要说 假如说 第一段感情 不一定 我说的咱们说 这里头所讲的感情 不一定 谁得是领证了 就是 如果两人处了 以结婚为目的 涉及到谈到婚姻了 谈到结婚了 谈到婚姻了 这实际上都算一段感情 你付出了感情 这都算 你看她这个 如果要是第一段感情的话 从22岁 是吧 五到二 五到二这个位置 我跟大家说了 以各处为数 这个是不是22岁 那么她如果到22岁之前 这个 如果处了男朋友的话 出过男朋友的话 她对别人特别的好 代表她特别付出吗 她喜欢人家 她主动去追人家 处处的话 去对别人付出特别的多 情感方面 因为她往外生 就代表这个 那么这个五 这是不是也代表了父母吗 代表了长辈 代表了领导 代表了父母 如果要是找员工的话 雇员工最好是找这样的 你要如果是做企业 找员工 最好是找这样的人 因为她往上升 你作为 上面是不是代表了领导 代表了企业的组管等等的 或者代表了父母 她往上 她月上往年上升 是不是代表了她这个人 你一旦雇员工找这样的人 是不是她很听话 她会为你着想 容易为你着想 虽然 但是咱们要是看这个 咱就不看她这个阴阳了 她像男人也好 像女人也好 她只要给咱们创造出业绩 是不是 那就是最好的 对吧 如果在 但是如果在婚姻当中 她就没有力了 对不对 你看这是代表了第一个 之后 她这个适合 最好她适合的就是 尽量是晚婚 我跟大家说 一个女的 如果你的挂动中 杨树 比方说杨树 这个杨树四个 那就可以说 她最少 她这一生当中 她最少得有四段感情 谈到婚姻的 谈到结婚的 和马上就要结婚 或者是结了 或者是结过的 或者是结了 成了家的都算 成了家这都算 事实婚姻都算 这些她最少得有四段 因为她四个杨树嘛 四个杨树的话 最少得有四个以上 一看啊 所以大家一看 老师没有看到图 没有看到图啊 没有看到图 我再给你发一下 好不好 我再给你发一下 赶紧结一下评啊 我再发一下 你赶紧结个屏 准备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我再发一下 嗯 我看有的 刚才给我发了 说没有看到图 那么可能是后来的啊 来的晚的 就是这个 结一下 拍一下照片 抓紧时间啊 抓紧时间啊 这个用户 6151的这个啊 有个6151 没看到图 解好了吗 解好了 告诉我一下 我就关了啊 解好了 OK 好嘞 那咱们就给它关了啊 为了保证 咱们能 给大家多 多学点 是不是 保证大家 能多学点东西啊 多学点 只是内容我那个 咱们把那个关了 大家看着手机 截的屏 看到手机 听我讲 听我讲就行 你看这个 嗯 而且这个女孩 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成家 而且这种啊 跟大家还讲一个 这个里边的 很关键的一点 跟大家说了 这个2月 2月2号 这个2号 这个地方 是不是代表了 自己的另外一半 是不是代表了 自己的另外一半 未来的丈夫 未来的老公 是不是代表 那么你看 这个2的后边 跟了个什么 跟了个10 大家 我问大家 大家这个10 是代表在哪个位置 是不是代表了 正希 在对位 对宫 九宫阁 是不是10 是代表了对宫 实在对宫 对为小女儿 为小女人 是不是代表这个意思 那么就对也代表了女人 说明啥啊 说明这个女孩 她即使结了婚 她即使结婚了 以后找到另一半 也是容易 她只要遇到的 都容易遇到渣男 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这个女孩 就特别容易遇到渣男 所谓的 她遇到的都是 她特别遇到的 都是什么 都是 有家的 或者是 她跟了这个男人以后啊 还特别容易什么 特别容易 她跟了这个男人以后 这男人外边 会去找那个 小三 小三 你看外边 这不是个石巾 后边这个石 石上这个 后边这个石 是不是生这个二 是不是生这个二水 石巾是不是生二水 是不是代表外边 有 有 有其他的小女人 在 追她的 追她老公 或追她爱人 是不是这样 说往里 是往里生吗 而且咱看看后天 后天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 四目刻 往里刻 石演变出 这个四 四 是不是也是往上 刻这个八土 刻的话 也代表了 主动追求 我刻的话 既我刻者为财 也代表了 这个女孩 会跟她要钱 跟她 跟她要米 也代表了 跟她要米 知道吧 我刻者为米 我刻者为米 代表了 这个女孩 也会跟她要米 而且 但是同时呢 也会给她 你看啊 即使外边这个女的 小女人 这个石金 生这个二 也代表了 主动追求她 但是也会 给她花钱 也会给她买东西 也会 也会 给她买米 而且这个石 是不代表了钱 也代表了 我们的这个米 石金 对不对 也代表了酷嘛 所以这个石金 往里生这个二 是不是代表了 外边这个 这个小绅 既追求她 刚开始的话 还会给她 给她米花 但是到后期 会跟她要 跟她要米 后期你看 演变出来的是 那个八刚四 演变出来的是 四目 往上刻这个八头 这个八这个位置 是不是 还是代表了 代表了 夫妻宫这个位置 这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所以 她这 因为她这个 卦仪起来以后 咱们 咱们会看了以后呢 直接就是断她 直接一看 就知道 就断她 就说 尽量晚婚 晚点结婚 尽量是晚点结婚 尽量她是 她如果能到 你看这个 三十二岁这儿开始 三十二岁 这儿是不是 三十二岁 最起码这个时金 到三十二岁的时候 她到这个时候 如果 成家的话 这个是 还是算 好一些 还是好一些 但是从她的 整个生辰卦来讲 整个的生辰卦 因为这个阳术太多 她的一生当中 说实话 姻缘 姻缘呀 除非到老了 除非到老了 晚孕 老孕 还算行 她要把握好了 还行 把握不好了 她这一生的 这个 婚姻上 都是比较 侃侃可可 因为阳术太多了 阳术太多了 代表了阳术多 代表了女人 接触的男人多 代表多情 也代表了多情 你看 她除了金 就是水 大家说 金跟水 是不是与水自欢 金水旺 金水旺 是不是也代表了漂亮 是不是 代表了这个本人 这个女孩是 这个女孩子 还是挺漂亮的 说实话 生活当中 这个女孩长得 小巧玲珑 长得挺好看 挺漂亮的 有人问 香生不是好吗 生也是破财 生不是破财 我跟大家说 大家要区分开 我今天给大家聊的 讲的是 咱们是讲的是 因缘 知道吧 我给大家讲的是 因缘 因缘跟那个 这个米 大家要区分开 米的话 你看他这个 他到晚运 他虽然 他这个人 虽然因缘上 他虽然因缘上 他一生比较坎坷 就是 那个 会很多 很多的 那个异性 女儿 异性会很多 接触很多 但是不代表 不代表 他没有米 大家听明白了吗 不代表 没有米 有好多 咱说 单身的 单身的女人 也不缺米 对不对 甚至一些企业 老总做企业的 做什么 大家 知名的很多 对不对 因缘上 不顺 不代表了 没有米 大家这个要区分开 你看他 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是不是代表了 如果 看米的话 是不是代表老了以后 晚运这个米 还是挺好的 晚运这个十一 十一往里 十一往里生这个 一水 十一斤 往里生这个一水 往后天 演变这个五 五是木 是不是往里生 这个七火 先天后天 都往里生 是不是代表了 有米 他是不是越晚运 越到年龄大了 越到年龄 年长 四十岁以后 越往后 四十岁 五十岁以后 五十岁以后 五十一岁以后 五十一岁以后 越往后 他越那啥 他的个米 越有 越有米 好 咱们再看这个截屏的 下边这个 下边 七二年这个 七二年 这是八月十一 五十的 咱们解这个 怎么看和魂 和魂后边一会儿讲 还没讲到呢 和魂还没讲到呢 和魂得拿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的挂历 一个拿 一个女的 的挂历 才开始讲 往外生 就是没钱的意思吗 对 六一五一 说的对 往外生啊 外那个 往外生 是代表什么 往外生 你看年 也代表外 时辰 也代表外 那么年代表外 你往年上生 往外生 是不是 你主动给领导 主动给父母 给长辈 你主动往外拿 付出吗 代表你这个人 比较本人 是比较容易 愿意付出 行 往外拿 那么如果 时辰上 时辰上 你往外生 你从里往外生 这时候往外生的话 是不是也代表了 代表了 也代表了你的儿女 我跟大家之前讲过 时辰上代表了儿女 代表了你的下属 你的员工 那么你往外生 也代表了你的老运 晚运 对不对 那到了晚运 你再往外 不断地往外生 往外拿 你送不下 你存不下呀 你送不下 存不下 手里肯定就没有米 那就是代表了缺嘛 没有嘛 明白了吧 151明白了 是不是 肯定是往里 往里 往里生 生的为米多 往外克的 我克者为财 我克者为财 也代表也可以 往外克的和往里生的都行 好 咱们 咱们看一下下边这个 下边这个是 七二年八月十一五十的 这个倒是 你看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 它本身 咱一看这个月上面 八 是不是 喂 是不是土 喂土 喂羊 首先大家一看 这个八土 是不是认为它阴阳得位 对吧 大家一看 哦 你看哦 这个阴缘啊 它里边有好多的技巧在里边 它里边有好多的技巧在里边 你看这个八 八这个土 是不是代表了 阴阳得位了 对不对 说明它作为 女人来讲 它是有女人的阴柔的 这一面的 哦 只要是这个这个八 月上本人代表了 它这个是阴阳得位的 这个代表了阴阳得位 那么代表了阴阳得位 那么咱们就得看它 阴阳得位了以后 那么再看它的 年月日时 它们之间的阴阳深刻关系 你看 首先看第一个 大家是一杠八 一杠八我之间讲过是什么 是不是 犯绝了 一杠八是不是绝 明绝 它俩是一杠八是明绝 先天是一杠八 是不是八土 克了一水 是不是八往上克了 往上克克了一水 那么你看到后天演变出来了 是不是七杠二 是不是 也是二水 往上克了 起火 也代表什么 也代表了它 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之前的 因缘 二十八岁之前的 因缘 不理想 适合过了 二十八岁以后 考虑 是 适合 过了二十 上了二十八 到四十一 到四十一 这是不是到四十一了 二十八到四十一 这期间 是不是最起码的是 往上升 不是 它往下升 不管是往上升 往下升 是不是相生的关系 最起码是阴阳相生 阴阳是相生的关系 那么阴阳相生的关系 就代表了 它这个是 第二段感情 第二段感情 代表了第二段感情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可以的 但是它付出的多吗 它往外升 你记着啊 如果是 本位是女人的话 你的月往日上升的话 代表是你主动 你对对方 你对你的另一半 或者你的爱人 你对他 你喜欢他比较多 你爱他多一点 因为你是主动生他 对他好嘛 那你看先天是 是不是八土生十一斤 后天演变的是 二水还是生五木 就是 你如果是第二段婚姻 你从一开始跟他 出对象开始 到结婚开始 一直到 过到 过到 后期 始终 都是 你在付出 你对人家多 你喜欢人家多一点 因为都是你在付出 一味的付出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样虽然一味的付出 那么也并不代表了 他一生当中 也不代表一生当中感情 就是绝对是 圆满的 不代表是圆满的 那么到后边 后期的话 十一杠七 从四十一到六十七 十一到六十七 是什么呀 十一杠七 我跟大家讲 是不是也是 是什么 是不是也是 明觉 是不是也是 占了个觉数 那么占了个觉 八土是土 克水水代表血液 女人的话 注意复刻 不是 我告诉你啊 这个八土 你看的在什么位置 我跟你 我跟你说 这个 这个 阿玉啊 阿玉 我跟你说一下 这个八土 分在什么位置 如果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代表了胸部 你就不能说 女性的妇科啊 知道吧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位置 土在这个位置 你只能吃 你不能说 它是那个什么呀 不能说是妇科 知道吧 土克了水 只可以说 它的颈椎 肩颈 颈椎 肩颈 头部 这个位置 有问题 你不能把它 说到妇科上去 一定得知 一定得知道 它这个树 是在哪个位置上 年月日时 年跟月 是代表了头部嘛 胸部到头部 月跟日 是代表了 那个胸部腹科 日跟时呢 是代表了 你的大腿 跟小腿 哦 小腹部 到 到小腿 嗯 老师如果是五行的话 相 看不着 就这儿了 不全 如果是五行的话 相生关系 还是相克 关系 老师 如果是 同五行的话 还是相生 相克 同五行是 笔尖 同五行是 笔尖的关系 啊 他俩不论 不论生克 笔尖 也叫笔尖啊 笔尖的关系 嗯 那咱们再看 你看这个 是不是 好还是不好 笔尖是好的 可以的 笔尖还是 还行 笔尖的话 你看啊 上面咱们前头 这个88年 这个 是不是二水 这个二水 笔尖的分 分在哪 分什么关系 如果是夫妻关系 笔尖的话 在月跟日 是笔尖的话 就不一定为好 因为你看啊 如果是笔尖的话 阴是不是都是阴 阳是不是都是阳 这不是笔尖 那么是不是就阴阳颠倒了 就所谓的笔尖代表什么 笔尖是代表 如果你是跟谁合作呀 同事之间 那兄弟姐妹之间呀 或者跟领导之间是笔尖 这个没事 你要跟领导之间是笔尖的话 就是等于你们处的跟哥们一样 但是如果在婚姻工上 如果在月日上 婚姻工上 如果是笔尖的话 也代表你们俩的关系 也是跟哥们一样 那么 你看这88年 这个二纲二 他俩是笔尖的关系 但是他俩的笔尖关系 你就不能完全以极论 看合作可以 相处关系 但是他是等于什么呀 你作为女人来讲 二月 你是不是阴阳颠倒了 二水是不是代表了阳 二水是不是代表了阳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 这是女人是这样的话 如果笔尖两个数都是阴数呢 是不是也不代表好 如果两个数都是阴数的话 那么女人是得位 你本位是阴数 你是阴阳得位了 那么在日上 您的另一半 你家他 你的爱人 他如果是阴数 他作为男人来讲 他如果是男人占这个阴数 是不是代表了 缺少了阳刚呢 男人啊 男人最好是 就是说 月跟日上啊 如果看女人 最好是月上自己是阴数 完了你的日上 那个你的另一半是阳 是阳数 这是阴阳相声 这个是最好的 幸福的 没卖 这样的是好 知道吧 如果笔尖啊 笔尖要跟大家 跟大家讲一下 笔尖并不代表了 笔尖并不代表了 感情上啊 它只代表了 相处的关系 好 咱们就又跳到上面去了啊 咱们再回来 这一有问我啊 懂了啊 懂了就行了 一有问我 都会想给 想给解释解释 解释解释就那个啥 但是咱看下边就这样 下边这个 我不说了吗 这个是28啊 从这28开始 不是特别有力 到中间28到41 28到41 这一段 这是第二段啊 总于第一段 第二段情感 这段还是可以 那么到了后期 是不是七火 又往里头刻 是不是七火 又往里头刻了 而且你是 你看她是个女人 是不是因 七是不是因火 火都是因火 因火刻了这个十一斤 十一是不是羊 也代表了米 那么火往外往里刻 也是不代表了 儿女会跟你 会跟 会跟你 要米 儿女会跟你 要米 代表了 这不是火往上刻吗 但是后天好在哪 好在后天 这不是一水往里生了 这个五 一往里生了 这个五目 这还好一点 好在后天往里生了 这还算好一点啊 但是先天 毕竟这是犯诀呀 像这种啊 如果是已经成家了的 就是我建议呢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六十甲子 它这是循环啊 跟大家说一下是循环 到了这个日上了 日上了 比方说六十七 那现在人寿命还长啊 有的活到七十多 八十多 九十多 甚至一百多 怎么看 那么七就反过来 跟这个年上这个一 他们俩再去作用关系 就是六十甲子一循环 这个人的运势又 又又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转 从头开始转 这个六十七岁以后呢 再跟年上的关系 再跟年上的关系 去对应 再去看 这个如果是结了婚 这样的就是尽量呢 咱们去给他做一些化解 我是咋的 我是让大家看懂这些呢 有的人呢不明白说 为什么我们两人两口子之间 父亲之间老是闹矛盾 或者是我怎么左找一个 右找一个 感情上始终是不好 没有力 那么咱们看这个 如果是到这了 咱说到晚运了 你看啊 他到了 如果他已经成 你看他成家了 这是从 二十八到四十一则期间 二十八到七 从四十一往上 是不是又容易出现 因为是他绝数嘛 他出现了绝数 而且是阴绝阳 阴绝阳 那么跟大家说一下 这样的话呢 建议就是做个化解 咱别说这非得等着我 哎呀 其实人一生当中 别 左一段婚姻 右一段婚姻 是不是 大家加我 加我微信的 我一会儿等那个 等课程结束了 等课程结束了 我再去添加你们 好不好 大家加我这个微信 我这个微信电话 都是一样的 等下了 下了那啥 我再给大家 那什么 所以像这种呢 火克金 咱们就给它 通过关嘛 你看啊 因为你到了六十七以后 它是不是又循环到前面 又是水克火 是不是 七跟黏上这个一的作用 是不是又是水克火 水克火的关系 所以这块呢 最好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六十甲指 是一循环嘛 所以它这个最好是 把这个一杠八这个位子 和十一杠七 这个呢 去给它做一个化解 处理一下 给它做一个化解就行了 就能避免 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好 咱们再 我再给大家 再发个图片 这个大家准备好手机 准备好手机 赶紧把这个截屏 还是刚才那句话 赶紧截屏 截一下 截好了告诉我 好了吗 好了 好了 行 好了 我就把这个给它关了 咱们看这一个 刚才光讲完女同志 咱们再讲讲男的 讲讲男的 这个是男的 输狗的 12月初六 贵室 男的 不感觉我错过那么少 可以把输狗写在 我们字的地方 朵 我 你 zać 所 我 View 好咱们看一下这个男的这个寡历 11-12-6-8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作为男童子的话 是12月的话 是不是阴阳得位 12水 对于男人来讲 是不是阴阳得位了 这就对了 男人就得是月上占阳术 阳术你看 他这个从小 你看从11 是不是从11金往里生 从外往内生 从外往内生 11金往里生 你看后天他还是不是五目又往里生六火 也是往里生 是不是代表了 他开始也代表什么 也代表了他从小出生的这个家庭环境还是不错的 家庭环境还不是不错的 而且呢他还能借上父母的力 长辈的力 就是如果在 如果在前期 前期地端感情或者是那啥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 也可以得到父母家的大力的支持 能得到大力支持 你看都是往里生嘛 而且是上班往里生的话 就代表了 长辈啊 父母啊 主动拿出米来帮他 主动愿意帮他 你看 一开始 先天是11-12 11-12也是主动帮他 到后天5-6还是帮他 所以也代表了他从小的这个家庭环境还是不错的 生活的挺好 而且是12水 12的话有这个11生他 也代表他这个人 这个男的他特别的聪明 有一定的智慧 特别的聪明 有一定 因为12是代表了天上的水嘛 是不是代表了天上的水 代表了大水 也代表了大水 代表了聪明和智慧 像这个12月份的人 像有的也比较适合做我们这个义学 医学方面的 策划呀 预测呀 策划呀 医学这方面都适合 因为又有这个11金生 这个12水代表了非常聪明 我们再往后看 代表了6 12-6 6是不是代表了 是不是代表了他的另一半 另一半 阴阳虽然是得位了 是得位了 但是呢 他还是 是不是6 是不是火 6是不是火 他是火的话 是不是往里刻 你看 先天是6往上刻 后天是他自己演变出6火往下刻 是不是代表了这段 这一段 先后天都相刻 先后天都相刻 这个也代表了 到这个阶段 到了22岁到46岁 22岁到46岁 这个期间 他的情感 情感经历 会出现变故 如果他就成了家 如果成了家 22岁之间 如果成了家 那么到了22岁以后 这个期间 如果把控不好的话 即使是阴阳得了位 阴阳得了位 一定要阴阳得位是相生 这个为极论 阴阳得位相克 也以凶论 也不能以极来论 大家一定记住 阴阳相生 一定是以相 阴阳得位 一定是以相生为极论 相克的 依然是位凶 你看这先天后天 都是犯克嘛 都是相克嘛 这个也是代表了 这段是 像他这个 哎呀 这个最好是 做个通关 做个化解 做个通关化解 否则的话 这段情感也是 比较麻烦 那么往后看 看看是六杠八 六杠八 这个地方是不是 你看到了晚运 是不是他又 他往外生 火生土 他往外生 是不是 到了晚运 不管是 就你看就 就代表整个 他这个人啊 这个男的 整个就是代表了 他年轻的时候 还可以啊 年轻的时候 还可以 整个就是 到了晚运吧 也是主动往外 就是有钱也 有你也剩不下 都是 给自己的弟弟 妹妹 孩子 或者怎么样 而且他这种人啊 我跟你说 一旦你看 他说 大家说 十二跟六 是什么关系 咱十二跟六 是什么 是不是四害 四害相冲 逢冲必散 如果这种情况下啊 不光是相害的关系 而这种情况下 严重了 还会导致 这个位置 我是不是代表了 胸部和腰部 啊 胸部和腰部 这个位置 代表了小腹 胸跟腹部 这个位置 上下都是火客 如果敢 应到流年流月啊 或者是 朱年的六月份 感觉或者是 那个 这个四火年 蛇年的十二月份 是不是会引发 很大的问题 这个 大家不能小 不能轻视了 轻看这个啊 这个一旦是严重了 这个都容易 造成这个 这个严重的 这个腹部 这块出严重的问题 不光是啊 他这个不光是 因缘上的问题了 大家看这个啊 不能是光个解读 他因缘上的问题了 而且他这个位置 会出大问题 尤其是腰部 腹部 肚子 这一块得出大问题 弄好了 弄好了行 弄不好 这个我跟你说 都容易瘫痪 这种啊 这种 如果是 感到运势 不那时候 我跟你说 这个都容易瘫痪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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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说实话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如果我们提前 提前了解了 提前会了 知道这个 我们是不是给他 提前做一个 做个化解 给他规避一下 是不是 规避一些 不好的一些事情 那么到了晚韵 也是吧 你说这个位置 如果啊 月跟日 这个位置 如果是这么严重 都过不去 甚至人 如果这个位置 出大问题 那就谈不到后边了 我跟大家说啊 如果这个位置 出大问题 咱们就不往后说了 不要往后说了啊 这位置 弄好了行 弄不好 这个人会瘫痪 嗯 会瘫痪啊 严重的 会出现 很大的灾祸 先后天这一块 我瞅他这个 我瞅这个 他这个 这个整个 这个挂像啊 这个人 这个男的啊 一生当中 几乎应该是 看不到什么 真正的姻缘 到晚运 也就是搭个火 过日子而已了 到老了以后 因为你看中间 这地方出大问题了 那你老了以后 你要本身 假如说你这个 本身出了大问题 腰部啊 或者是腹部 出了大问题的 你就这 是不是 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那就和谈老运呢 嗯 这个 行 这个挂讲到这儿的末 下边这个挂再讲 下边这个 哦 这是属蛇的 9月29号 某时 出生 大家看看这个挂 首先看看这个挂 这是男的 男的是不是 九月 是不是沾了一个 阴树 阴土 是不是 九月 深 深金嘛 深猴 深猴 但是它是属于土嘛 它在西南 西南的话 为昆 昆放 啊 西南为昆 昆土 昆土 八九 在西南是昆土 那么昆土的话 这位男孩子 如果占了一个 女性的这个因素 你看它这里边 有几个因素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你看它这一共是六个数 是不是 它这个挂是不是六个数字 六个数字里边 它因素占了四个 作为男孩子来讲 它因素占了四个 是不是缺少了 本身自己的本位 月上呢 又是个九 是不是代表了 有时候表面给您看 是不是有点柔弱呀 缺少一些阳刚 假如说表面给人的感觉 有点个性 但是也是装出来的 给人感觉啊 表面的你说 因素多嘛 因素多 你想啊 它肯定有阴柔的一面 有偏向于女性的这一方面 而且啊 还有一个 如果一个男 如果一个男的啊 这个卦里边 咱们只看先天啊 不看后天啊 只以先天为论 那么以先天为论 他如果是挂里头 因素占多数的话 说明这个男孩是什么呀 他生活在女人堆里头 他周围呀 我跟你说 到处都是女孩子 而且他这种性格 还容易 你看到处都是女孩子 就整个人 就是一生当中 这个婚姻呢 这个对象啊 应该这个处对象 应该 左一个右一个 左一个右一个 这个分手了 下一个来了 这个分手了 下一个 这个也许没等分手 下一个又处上了 就特别容易这样 特别容易出现 这样的一些情况 因素多 就是男的因素多 就是生活在女人堆里头 而且呢 愿意往女孩子堆里头砸 嗯 是这种性格啊 首先咱们打眼一看 先看他的阴阳 这个数量 那么咱们再细 一个一个再猜去看 那么火生土 火生土也代表了 他从小的时候 你看 必须是长辈嘛 长辈生他 长辈生他 先天是生他 后天是他往外 克 往上啊 山土往上克 这个克这个十二水 先天是生他 后天是他往上 叛逆 年根月上啊 年根月上的代表了 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呀 啊 就代表了 年根月代表了 代表了你小时候的性格啊 也代表了你的一个性格 如果是你往上克 你克父母的话 就父母说什么 你不听嘛 就不爱听父母的话 是不是从小就特别叛逆呀 大家可以这么解读啊 如果是 你看他先天还好 先天你看 这个六来生这个九火啊 六火来生这个 六火来生这个九土 但是后天呢 他是不是往上克 还是叛逆 你觉得这个 也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他一开始啊 处的也许处的第一段 第一段的感情呢 29岁的时候 这块9 咱们就给他加个2嘛 是不是29 那么29岁之前 一般都是外王里生 就代表了他一般 就是这个女孩 一般都是女孩子 追他的多 那么是不是6 他也主动追人家 给人家示好 但是呢 女的因来生因嘛 因生因嘛 六火生九火 就等于因生因 代表什么意思啊 因生因就代表了 女孩子生他 女孩子生他 主动 也是主动追他 这是第一段 第一段情感 那么是 咱看看到这个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年龄段 怎么去分 年龄段 怎么去分 跟大家说到9 这个地方 等于叫29 29 29 29到这个2 它是不是生日 月上是29岁 到月上是等于 代表了29岁 那么 日之上分开 日之上从这个29 把这三个呢 这个三个也代表了 这个月上也代表了中年界的 这三个怎么分呢 这个三个如果到了2这个位置 那么就是32 到10这个位置 就是40 到9这个位置 就是49 到这个最后边的 这个10岁上 那么就是64岁 这个大家要记一下 这个大家也要记一下 就是把这个29 把这三个日之上 给它拆分开 这个年龄段 给它拆分开 年龄段 年龄就这么看了 2这个地方是32岁 10这个地方是40岁 到9这个地方是49岁 好了 再到10乘上 是64岁 咱们以为这个个数 不跟大家说了吗 一个数为准 一个位数为准 就是这么去分 你看他到了 他结了婚以后 夫妻宫 看看啊 到了夫妻宫 这个地方 是不是土壳水 酒土 是不是代表他自己 这个二水 是不是代表 你看 他的 你看他俩是不是整个 跟他的 假如说他结了婚 找到媳妇 是不是阴阳颠倒了 他本身是男人吧 占了个因素 那这个日子上 这个二这个位置呢 本身是他的 媳妇吧 他媳妇吧 他媳妇这块应该是 是不是应该 女人是因素为好 结果是个杨树 杨树不说 而且是土壳水 土壳水代表了是 他壳人家 酒土壳这二水 他壳人家 就代表了 他处处看不上人家的 挑毛病 老是看见就觉得 这可能是 因为他本身酒嘛 他占了个 阴柔之素 他占了个阴柔之素的时候 他有柔情的一面 但是他这个 爱人呢 二水 就代表了流动的水嘛 二水流动的水 也代表了流 也代表了 就说怎么说 也代表了风流 有点这个意思 风流 但也不代表是坏 有的人 他既风不流 有的人是风不流 这个咱们另论 这也代表了 他找这个女人 二水 是不是代表了流水 确实很准 是 这个数字挂 比较直接准确 那么这个二水 也代表了 他找的另一半 既性格像男孩子 性格又流利 就喜欢玩嘛 二是流动嘛 流动的水 是不是代表了 外边的 这个这个 狗外边比较爱玩 是不是 代表爱玩嘛 所以他俩阴阳 又代表了吐嗑水 所以他就处处看不上 挑毛病 是吧 九干二吐嗑水 他嗑人家嘛 他处处挑人家毛病 那么后天再看看 他挑人家毛病 后天就是 三根八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三根八的时候 三八九为土 那三根八的时候 遇到的时候 那么这个三 就把他 就不能以土论了 三根八的时候 这个三就以木来论 那么以木 三就代表以银木来论了 银木刻这个八图 是不是 哎呀 他一旦结婚了 找这么个媳妇啊 一开始就看不上他 就挑他毛病 这不是那不是 过着过着时间长 还挑一毛病 两个人就是老吵架 这种婚姻关系啊 结了婚以后 我跟你说 两个人就是老吵架 过不好 老是这事 那是这事 那是两个人 尤其是他老挑一对方的毛病 看不上人家 你看啊 这是第一端 这是结了婚以后 那你说 先天后天都刻 这能过场吗 那过不好 两个人就 就领证了 是不是 就分开了吗 所以他这个 是不是也适合晚一点 如果到了三十二 到了三十二岁 是不是好一点 大家看一下 到了三十二 最好到了三十二岁的时候 再成家 三十二岁成家 这时候 是不是 这后边有这个 九土生十斤 十斤生二水 到这个位置的话 是不是等于相生的关系 都是外往内生 外边往里生 那外边往里生的时候 跟大家说啊 到这时候 这个二这个位置啊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咱们要 咱要明白这个毅力 不能就始规矩 这个地方代表他爱人 就这个地方 只是看他爱人 也代表了 他到了三十二岁 这个阶段 既代表了他三十二岁 这个阶段 同时也代表了 他爱人 他们这个关系啊 就所有代表的 这个位置 是双重的关系 他有时候 不只是双重的关系 有几层的几层的含义 如果工作当中 工作当中 他又代表了 你的下属 或者你的弟弟妹妹 如果兄弟姐妹之间 又代表你的弟弟妹妹 这个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说 一定要学会转换 咱们要活用 活学活用 好不好 大家一边 哎呀 你怎么又说到 这又说到 那个十斤 九土生十斤 生二水 怎么又跑到 又跑到说 外往往内生了 又生他了 三十二的时候啊 我跟大家讲 到这个二水的 这个位置啊 就代表了 他已经进入 三十二水的状态了 提醒了 喝口水啊 咱们喝口水 哇 两个小时了 大家也喝口水 休息休息 喝口水啊 今天还好啊 今天感谢 谢谢合作啊 谢谢谢谢 好 尽快调整 请尽快调整 谢谢合作 好的 好的 鲨鱼侠 鲨鱼侠 谢谢 那咱们这个 呀 给 我